当我们在建立一些物件的时候 预设是没有加上任何材质的 所以你会发现做出来的东西都像塑胶一样 如果我们帮他指定材质 就可以做出逼真的效果 好,老师先简单的做一些物件 我可以先做一个茶壶 好,teapot 这边我可以稍微旋转一下 转到我需要的角度 茶壶的大小还有它的分段可以再调整一下 好,接着我们再建立其他的物件 例如说我再建立一个球体 Sphere 那这个球体我可以用移动工具把它拉高 再小一点好了 半径小一点点 把它移到适当的位置来 好,然后再做一个 就简单一点好了 Box方块吧 好,我在这边建立了几个物件 但你会发现我这边建立的物件 其实颜色都不一样 这里的颜色其实只是3DMass 为了让你去区分不同的物件而随机指定的 例如说我们再建立一个Plan 做一个平面好了 那我这个平面把它放在底下 好,OK 好,那怎么去指定它的材质呢 我先把这个画面放大 如果说你要指定材质的话 你要打开材质编辑器 在这个地方按一下就可以打开材质编辑器 Material Editor 材质编辑器的意思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选 好,不过呢 现在3DMass呢 当你在打开材质编辑器的时候 有可能看到的不是像这样的画面 这个是传统的材质编辑器 那3DMass新版呢 它有另外一种材质编辑器 在这个地方可以切换 叫做Slot Material Editor 它是采用节点的方式 这个称为演版材质编辑器 不过呢 我们这边先从传统的材质编辑器 开始讲 好,那么我们再进到这个材质编辑器之后 它上面会有6个材质球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定说 我要指定材质 然后预览材质 此外呢 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切换材质球的数量 预设是3乘2 3乘2 所以你一次可以看到6个材质球 不过你还可以用滑鼠去拖曳下面 以及旁边的这个卷轴 去看到更多的材质球 其实在我们场景上 材质的数量是不限的 仅受限于你的系统的资源 比方说你的记忆体 所以你可以在一个场景上面 为不同的物件指定很多个材质 每一个物件都可以给它一个材质 好,那你也可以在这边按右键选择 5乘3显示15个材质球 或者是6乘424个材质球 好,我们这边先把它改回来 3乘2 那我们怎么给物件材质呢 例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先给方块一个材质 你只要用滑鼠拖曳 拉到这个物件上 那它会出现物件名称 放开之后就可以指定材质了 好,再看一次 这一次我想指定球 我选择第二个材质球 然后用滑鼠拖曳拉给这个球 放开 它变灰色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材质球 我们还没有做任何的设定 那它预设是灰色的 好,这个是指定材质的方法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这样子 例如说你今天可能会有很多物件 想要指定同一种材质 你可以先选择一个材质球 然后这边有一个工具叫做 assign material to selection 指定材质给选取的物件 所以像如果说你今天做一栋建筑物 它有很多个柱子 假设是像罗马宫殿一样 有很多的柱子 可能有几十个柱子 你不用一一拖曳去指定给它 你只要先选择材质球 然后选择你要指定材质的物件 然后再按一下 assign material to selection 这样就可以指定给它们 了解吗? 好,不过呢 我还没有要指定给它们 我先按undo还原回来 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呢 前面两个材质球呢 已经指定给物件了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 指定给物件的材质球 它的这个框框有什么变化 它的四个角落呢 会变成三角形 对不对?灰色三角形 那如果说我现在呢 把这个球选取 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刚才我是不是啊 把第二个材质球啊 这个材质指定给 场景中的这个球 对不对? 好,当我现在把这个球选取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三角形 它会亮起来 变成白色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这个材质 已经有物件使用了 而且这个物件 现在是选取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一般的材质 没有指定给任何的物件 所以各位再看一次 现在呢 我把第三个材质球 指定给茶壶 我把它拖曳到茶壶上 有没有 它是不是就出现三角形了 了解吗? 当一个材质指定给物件的时候 它会在角落出现三角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块的材质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下面这边的颜色的设定 然后稍后再来介绍这边的 这两排工具 首先呢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有三个 一个是Ambient 环境色 Diffuse 扩散色 以及Specular 这个Specular呢 是指光线 照射到物件上产生的反光 叫做Specular 那我们这个 这个方块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瓦楞纸箱 那我们这边呢 稍微调整一下它的颜色 你会注意到在这边的Ambient 环境色跟Diffuse呢 它是锁定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调整的话 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就可以调整颜色 你看 这两个是联动的 对不对 我这边呢 如果说我把 把它的颜色呢 调成 好比说绿色好了 你看 两个一起动 其实我们不需要把它解开 因为现在比较不会去调整 Ambient 环境色 好 OK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瓦楞指向的话 那它应该会比较接近 黄褐色 好 类似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好 按一下OK 圆也是一样 这个圆形 那我们在这边点选 然后 调整Diffuse 好 我们这边设定一下它的颜色 例如说我把它改成天空蓝好了 好 按一下OK 那这边的Specular是什么意思呢 Specular就是你的 现在看不到 是因为我第一个我没有打光 第二个重点是 在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Specular Highlight 这个高光 Specular Level 反光强度 目前是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物件 看起来有点像是雾面的材质 它没有在光线照射下产生强光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把Specular Level 加亮一点 有没有注意到 它是就变亮了 你可以从这个材质球的预览 这边可以看到吗 好 我们在这边可以再增加一些 那此外呢 它还有一个Glassness是指光泽 这个光泽什么意思呢 像如果说我们今天看的是金属 金属的话它的光泽对比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在这边呢 把这个Glassness光泽度增加 光泽度增加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亮点会比较小 我刚讲过因为它的对比会加大 类似这样的效果 好 OK 所以如果说你要让它的反光强一点的话 你可以调这两个地方 Specular Level 反光强度 跟Glassness 它的光泽度 好 这个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点选Render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是比较亮的 好 那像茶壶来讲的话 茶壶 大概比较常见的就是陶瓷的茶壶 或者是那种就是 一个是陶瓷的话比较光滑嘛 那如果说是陶土烧的话就是比较粗糙 表面比较粗糙 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给它一个材质 好 已经给它了 好 那我们在这边调整一下 好 按下OK 那虽然说 应该它是不会有强烈的反光 好 不过你可以稍微给它一点点 好 稍微给它一点点 好 OK 这个就是材质编辑器的一个基本的操作